自行車相當的盛行 也因此發展出旅遊觀光 像我們現在騎的這一條呢 就在伊豆半島 它算是全日本相當有名的海岸線自行車道 一邊可以看山 另外一邊還可以看海 騎起來其實相當舒服 蜿蜒山路騎乘自行車 伊豆半島位在靜岡線東側 濱臨太平洋山海交會 全程200公里 台灣自行車品牌美利達 2009年到日本合作運營 成為自行車龍頭大廠 選址伊豆半島規劃租賃自行車 吸引遊客朝盛 正殿前前程參拜 明治神宮是祭祀明治天皇的地方 總面積70萬平方公尺 大約三個大安森林公園 酒作為供奉神明的貢品 在明治神宮也能看到 成牌的清酒尊 遊客來到東京 即便下雨也會走訪 我覺得他們的樹林 還是說各地的地方都非常乾淨 他們的衛生 禮儀 我覺得都是非常好 除了觀光 少不了購物行程 澀谷區人山人海 根據調查 2022年訪日遊客到澀谷的比率 高達百分之五十八點四 首次超過銀座等等排到第一 到了晚上燈火通明 居酒屋商店街 湧進更多人潮 大受外國旅客歡迎 疫情過後遊客回籠 重新帶動日本觀光熱潮 三類新聞 郭宇宣傳完日本東京採訪報導